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播报在天气方面 昨天终于我们期盼到了 这个许久不下雨的天空啊 喜降甘霖 那么在休斯顿地区 昨天的雨量从1到3英寸不等 只是呢某些地区 可能我想是在i10以北的地区啊 有在昨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 都还有3000户人家没有电力 到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 还将近2000家没有电力啊 所以说这个恢复电力的情况呢 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么在今天下雨的机会 将会减少很多 某些地区下午 可能会有下雨的机会 到了明天星期三 一直到这个weekend 应该算是全 整个星期的气候 都是十分的干爽 好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那么昨天和听众朋友们播报说 德州将要处死这名52岁的女性 Melissa Lucio 因为控告她说在2008年的时候 将她两岁的女儿狠狠打死 那么昨天是上诉法院的日子啊 结果呢 上诉法院把她的这个死刑 现在决定延迟 要继续再做调查 那么当然对Melissa Lucio来说 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有些人说 那么如果当时她 并不是她造成自己两岁女儿的 惨死 那么为什么要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来承认呢 那么她说她当时是被 这个可以说是不自主 或是说被压迫的来做这个承认 总之现在还不清楚 下一个下一个步骤将是什么 可能还会再重新开庭审议 总之Melissa Lucio和她的家人 都十分的感谢这一个特别的礼物 天大的好消息和算是一个神迹 好接下来看一下 现在在休斯顿地区 Harris County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车辆 使用这个假的paper plate 就是临时的车牌 那么根据Harris County统计呢 他们已经损失了八千万美金的收入 当然这些车牌是 比如说你去走偷肉啊 这些这个公路局呢 没有办法从这些临时的纸牌 来向他们收钱 那么在今天 Harris County法官Lina Hidalgo 还有Commissioner Adrian Garcia 将会在早上来召开记者会 来专门来应该算是回应 或是表示了Harris County是否要对这一个情形 有特别的措施 那么从2016年一直到2021年 五六年之间呢 在Harris County的被逮捕 因为使用假的临时驾照的案件 就已经超过了七千件 那么是成长了三倍啊 所以这个是目前公路局和Harris County 除了犯罪情形不下之外呢 也发现通常使用假车牌的呢 跟这个肖小犯罪都是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 在也是在Harris County的这些保释公司呢 现在已经被硬性规定 要至少向重刑犯收取10%的假释金 这些重刑犯的类别包括像是杀人犯 强奸犯还有暴力抢劫绑架犯 这些重刑犯呢 当他们得到法官的判决 比如说判决是保释金为100万的话 他们要付10万块 就是至少10% 不然的话呢 之前他们连10%都不需要付到 那么现在在Harris County的这些假释金的公司 他们表示非常不高兴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政策 他们说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显示 将保释金减少会影响或是会让这个犯罪记录 有帮助 那么目前呢 这些公司如果来做保释金的犯人 不是属于暴力犯罪的话 保释金可能只有1到2% 他们的原来的保释金额 所以说是价钱是非常非常低的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应该算是 不晓得算不算是Row Rage 不过可以看到现在大家的这个心情是越来越暴躁 脾气越来越不好 那么犯罪的情形呢 也就婴儿越来越多了 这是发生在两三天前 如一Bunker Hill的Costco的parking lot 那么警方说呢 这一名去Costco shopping的男性呢 看到隔壁的车上居然已经是开的 而且车内有两名小婴儿都还坐在这个car seat 或是baby的carrier里面 当时他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可以大人走了将孩子就这样子留在车上 那么等了一会儿看到车主从Costco出来 他就立刻去说 你怎么可以把孩子就这样丢在车上不管呢 结果呢 这名车主恼羞成怒 在他离开的时候呢 居然开枪向这一个劝诫他的Costco的顾客呢 他的车子开枪 不过好在子弹只是穿破了他后车窗的玻璃 他本人没有受伤 那么现在由于他这个车子呢 有这个dashcam把这一个行凶的恶徒的模样呢 通通都记载了下来 因此现在警方把这个video也放到这个市上 希望呢市面上的民众看到他之后 能够和警方联络啊 因为脸部照得非常的清楚 将会将他逮捕制裁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这是 这个事发生在星期六早上 那么有一群teenager 十七十八岁 大概是高中的学生 在可能是一个朋友的家中 居然在那里玩已经上堂的手枪 结果不幸 这名十八岁的女学生 即将高中毕业的她 被十七岁的同学 叫Zachorium Battisti 她开枪 因为玩枪的关系 开枪走火将她杀死 现在十七岁的同学 以误杀罪起诉了 而她的保释金设为五万元 但是受害者的家属呢 觉得这个保释金额太低了 可是也无法否认 当时自己的女儿呢 的确和一群朋友 应该算是这个 错误的朋友 在一起游玩 而且在错误的时间 造成这个惨剧 所以即使就算将这个十七岁的同学 给予更高的保释金 女儿的命也拿不回来了 好 最后和听众朋友们播报的是 在Houston的Fith Ward 靠近这个火车道的旁边 发现得Cancer的住户比例特别的高 那么现在呢 他们已经表示这个Cancer的取向是因为Union Pacific铁路 他们使用的一种化学药品来帮这个铁路上的木头 可能是做一些特别的化学过程 那么这个化学药品呢 会造成长期吸入后会有癌症 那么昨天Fith Ward的这些居民们聚集表示 他们将会要对Union Pacific来做环境污染的这个告诉 那么Union Pacific呢 先要把他们在铁道上面使用这个化学药品全部清除干净 那么他们也表示要集合律师呢 对Union Pacific铁路公司进行重大的告诉和赔偿 好的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